虽然讲说真的是会很喘 然后就会上气不接下气 可是我觉得这样做的话 总比就是这个小袋子 那么这个有小小的一个小毒液 就是说喷射了 开始工作了 虽然是有点麻烦啊 可是我觉得还是以凡万一比较好 对吧 好 那我们现在去拍stand up咯 我们等一下再见 嗨大家好 我是丽婷 那么现在是全国行动管制定的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第三十三天 double treat 那么在这段阶段呢 其实国内有几个 就九个在家 十三个之类这样的特定领域呢 已经可以恢复营运 那就是代表员工呢 就可以回去工作 那可能大家都有发现到 其实在第三个阶段 那个车辆啊 就马路上的车辆是特别多的 就比第一个阶段 还有第二个阶段还要多 那今天是第三十三天嘛 那昨天呢 我们的确诊人数也有下降的趋势 然后卫生总监呢 就有说 哎 其实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 不过呢 我们还在打仗 所以大家不能掉以轻心 那么这一集的视频呢 主要是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身为媒体啊 在全国行动管制令的这个阶段呢 是怎样的一个工作模式 那我现在呢 就步行去这个公司 那我会在公司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全国行动管制令的时候 媒体是怎样工作的 这一段工作的期间呢 我们的公司是有轮班制的 虽然因为我们是媒体公司 所以是需要照常的工作 不过呢 我们的公司就采取轮班制的这个制度 就是说把原本的人力分成两个组 就每个组都有记者 制作助理 制作人 然后还有主播 这些人呢 他们都会留去上班 然后每个人上班两天 休息两天 那我觉得这个制度呢 其实某程度来说是好的 因为in case 如果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组的人 不幸患上了新冠肺炎 那么公司可以安排 另外组的人力去替代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多了很多的休息间 然后可以拍视频 如果是特定领域的话呢 公司是会在这一段全国行动管制令期间呢 就会分那些permission letter 就是让如果你有遇到路障啊还是 因为我是不行去公司的嘛 就走路去公司 所以是没有遇到什么路障啊 不过我听我同事说 他们是有遇到路障 就是说警察会截停他们的车 然后他们就必须要出示 那个permission letter 给警察看是代表自己是媒体 然后是需要在这段时间来工作的 然后今天呢 我的职务是制作助理 就是需要在studio里面做一些内勤的工作 就是必须要负责出subdator啊 出那些super bar是比较technical的啦 就技术性的工作 不过今天呢我也有写新闻 所以等一下我也会录制一个standupper 那现在我就差不多要到公司啦 那我们待会再见 那现在我就来到公司这里想要做一个standupper 那现在我就来到公司这里想要做一个standupper 明信一定要做一个订阅的事情 是不是都不用做一个遣吗 现在我就去睡前过去 我开门啊 我开门呢 真的不是说的 最近就是有一个进行行行動 这也是有机会的 我务动的 我开门啊 我开门啊 现在我们就要带这个Clip 来做Standupper 那把衣服秀进去 那我们现在要去拍Standupper咯 我们等下再见 哈喽大家 我刚才已经做了两个Standupper 然后已经做完Standupper 那么现在我要进行一个电访 那么因为现在疫情破散 所以我们记者都通过不一样的方式去采访 然后获取新闻的资讯 那电访就是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电话 联络这些受访者 那这样一来呢我们不需要出去采访 那摄影师啊还有记者也可以 受感染的风险呢也可以被降低 那这也是我们因为新冠肺炎 然后因为全国行动管制令而改变了作业模式 所以虽然我们是媒体 我们还需要到场工作 不过我们的工作模式呢也会有所改变 希望可以保护大家的安全 因为我们如果记者一直前往高危险的地方去采访的话 回来的话不只是记者 那其实摄影师啊剪接师啊也会承担一些风险的 所以为了把大家的风险降到最低呢 我们都会以不一样的方式去获取新闻跟资料 然后传达给大家 我现在呢就在公司的voiceover room里面打算要录这个voiceover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是一个小房间 那这是一个麦克风 那由于这个麦克风呢是有很多人在这里录voiceover的 那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当前 所以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做好自己的各种卫生 在录voiceover的时候呢 我还是会选择戴上这个口罩来录voiceover 虽然讲说真的是会很喘 然后就会上气不接下气 可是我觉得这样做的话总比你 因为这样近距离的靠近这个麦克风而受感染新冠病毒来得好 所以我觉得在一个这个非常时期辛苦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啦 新冠肺炎疫情重挫国内外经济 尽管我国这几天的肺炎确诊诊数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处设备协助业者开拓数码平台开创商机 商会成为业者和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 那在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刻呢 公司也有准备这个消毒洗手间 那得过的时候我就会来阿里安洗一洗手 保持守护的节目 保持守护的这个卫生 Good 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电视台的这个studio 那么今天呢我是做assistant producer 不是我今天叫做PA Production assistant 但我现在就来到这个studio 打算要订一些技术性的数据啊 然后还有新闻的title之类的 那么在这一段期间呢 因为我们病毒是属性的嘛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接触到病毒或者感染病毒 那么我随时呢都会带一个发帽 就是这个小袋子 那么这个有小小的一个消毒液 就是说喷色的 这个是我去那个我生买的一个罐 一个小小的塑料罐 然后里面我就放了消毒洗手间 那么好像有时候我们接触到这些keyboard啦 我们不知道这些keyboard是有谁接触过 所以是还蛮危险的 所以我就会消毒手部 然后消毒这些键盘 这样就希望可以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 那此外呢我还有准备这个 这个是手套 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呢就这样 这个是塑料手套 那我想相信大家在疫情爆发的这个阶段呢 如果你是去超级市场购买物品的时候 你也会看到有很多人戴上这个手套对吗 我觉得要看工作岗位啦 如果当天我是做记者的话 我应该是会戴这个手套 因为我们都会出外采访 然后会接触到很多外面的这个设备啊 然后也有很多人 所以我觉得戴手铐 戴这个手套也能保护自己啊 那如果是在内勤的话 就是在公司打稿的话 通常那个keyboard呢 我就会先消毒 就先消毒过后 我就不会戴手套呢 那为什么今天会戴呢 因为做这个PA啊 Production Assistant 你是要接触很多电脑啊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看这一台电脑 这个是最主要的电脑 然后还有等一下我要接触那个电视机的那个电脑 然后还有一些这些暗线啊 这些都可能会有残留到一点点的这个可能戏剧呢 还是病毒 因为我们不知道嘛 我们都看不到了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我就会做好防疫的工作 那除了这个呢 我还有带这个 这个是我的图示给我的 就是可以消毒我们的电话 因为我们每一次按了键盘过后 我们就会按电话啦 所以我觉得电话呢 除了好像我好像看到一个报导说 其实电话比你的马桶还要肮脏 所以我们在尤其是现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期啊 我们要好好的就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健康啊 安全 然后最贴身的这些东西啊 我们也要时刻的去消毒 我们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带菌 然后我们也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带菌 所以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 我觉得保持一米之间的距离 然后避免群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我觉得这个防疫工作 除了政府在做 在大强力的这个呼吁之余呢 我觉得我们作为公民的也应该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然后不要加重前线医护人员啊 卫生部啊的这个负担 所以能做到自己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面 能做到的这个安全的步骤 我觉得还是可以做的啦 好 那我现在就要开始进这个SUPER了 开始工作了 虽然是有点麻烦啊 可是我觉得还是以凡万一比较好 对吗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那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 在这段抗疫的期间呢 你戴好了口罩 戴了用过的手套 就如果可以的话就把它包装在一个纸袋里面 然后才扔进去垃圾桶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随便扔在地上啊 除了对环境造成很大的伤害之外 你也把病菌可能很有可能把病菌传给人家 那为了做一个负责任的活人 我们就把自己用过的东西丢进去垃圾桶呢 这是基本的常识嘛 对不对 那因为我是冰城人啦 那我就理想背景来到首都工作 所以呢 家里面的婆婆啊 就是我的祖母啦 家里面的祖母啊 就是会想念我 那如果我在当天有上电视的话 我就会打电话给我的祖母跟他讲说 我有上电视 然后叫他在电视机里面看我还是一样的健康 然后胖胖的 所以这样就他们就不会担心 所以我现在就先打给他们 我的阿嬷是潮州人哦 可是因为我的妈妈是附建人 所以我潮州话不是很很溜啊 所以我只能用那种很 Jumbo附建的附建话跟我阿嬷沟通 是我阿嬷 很好啊 他现在还是可以听得懂我讲的话 哈啰 我是阿婷 今天我有大电视啊 你来看哈 今天有啊 今天有 你来看哈啰 哦 是啊 你来看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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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好吃好吃 好吃 你来看哈啰 你来看哈啰 ok 好好好好 所以我每次都会如果有 Snapper的话 会出节的话 我就会打电话给我的阿嬷 只是阿嬷罢了啦 因为我觉得 阿嬷他不会华语啊 然后 可是他还是会坚持 每次五点看新闻 因为我觉得 就是希望 我可以可以 就可以看到我嘛 所以 有时候我很懒惰要做Snapper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阿嬷 阿嬷在冰天要看我 所以我就会想要做这个Snapper 因为我觉得 虽然 我也不知道怎样怎样啊 可是我觉得 阿嬷他不懂一个完全不懂 中文的老人 可是他还是守在电视机前面 我觉得 可以做到的话就不要给他失望哦 然后如果当天 我有 就会有上 出镜的时候 我就会 事先通知他 这样他就会有一点点期待的感觉 所以 嗯 我能理解啦 如果我叫你坐在印度新闻前面看 那你也是很闷的吗 那现在是下午六点半左右 因为我已经放工啦 刚刚这支视频呢 主要是和大家说一说 嗯 我在行动管制令那时候还需要工作嘛 那工作的情况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那么今天的工作呢是当记者 然后我也有派了Snapper 然后也有写新闻 然后也有做这个制作助理的工作 就是在摄影棚也就是studio那一边 是处理一些技术上面的问题 如果是要说防疫步骤的话呢 在回家过后 我会把自己的宝宝先放在门口 就是靠近门那边 然后用那个deldoor的消毒 我的喷雾先喷一喷 然后我的衣服啊 啊 上衣还有这个裤子和裙子 都会用那个消毒洗手液 直接来先浸泡 以后放进去洗衣机去清洗 那这就是我在全国行动管制令 第三阶段的时候工作的状态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此为止 那这支影片呢主要是记录和分享 我在第三阶段的全国行动管制令的时候 工作的状态呀 还有工作的内容 那喜欢我影片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不喜欢我影片的朋友 你不喜欢就好 拜拜